我們在做同測的時候是在高一 因為要入學登錄 要翻牌 所以我們就在在測驗的時候發現我們是屬於腦脹 我其實我很想要在場上 變成要換一個呼籠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榮耀 是空中高中205半 資訊可能沒有人 今年是去世 那講一下這次參加初學聯盟 你第一次的段考成績大概是什麼樣的成績 大概就是20幾左右 20幾 第二次段考 二十幾變成 四十五 變四十五 那最低的科目是什麼 數學 一開始數學 那數學以後最低是幾分 四分 OK 那第二次變成 第二次變成三十左右 三十左右 因為我覺得 我是可以讀書的 因為太出息了 那當初你的第一段背競賽 那是什麼心情 我在場下很難過一十五年 所以我在場下很後悔 然後其實也在鼓勵 隊友他們能夠繼續加油 所以我在場下吶喊 然後做場下該做的事情 回家一樣是做自己的進程 然後也多出很多時間的看守 因為畢竟這個球水的活動 因為畢竟這個球水的活動 讓我有一種蒸發圖場的感覺 然後也基於我 要打這個球水的信心 所以我把我的課業也放在一邊 所以最後也把球 把球跟我的樹結合在一起 所以讓我能夠 打這個球水的比賽 最後付出了很多事情 所以你看到自己這樣成長 你自己有什麼感受 我想證明其實我可以 我們會輸給一些反應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拿出 證明的態度去面對每一個事情 的話 只能都可以做成 我們無所負擔的事情 家人看到這個人有什麼反應 因為他們其實也很驚訝說 因為他們只知道我愛打球 然後 什麼都不會的 然後 發現之後他們才 之後其實 不是可以 球跟輸 我們都放在一起 其實美麗就是會有 我們能夠看到自己的現場 是暑假母親 對 發生什麼事情 家人家看我們然後 他再來 來看我們的過程當中 除了意外 然後 我們也很驚訝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下一個要做什麼 那時候其實 我有很大的感情 我覺得 我的自信心理 我也不知道我要跟誰是 大概有一個月左右 都是在後 因為我說為什麼要拿走 我的媽媽 就是我唯一的母親 他媽畢竟是 我們孩子裡面 最喜歡的 因為只有媽媽貼近我們 很強化的 嗯 在媽媽過世的時候 我跟我的弟弟妹妹 他們都 很捨不得 嗯 那你怎麼把 沒有 氣餒 反而 都要 要想找 重要的是 我覺得 讓我們 一步一步的前進 然後不要為了這件事情 而打造 未來的 一加上求學這次的 一進入在我人身旁中 也讓我 重新得到了另外一個 輸入我的天 都有什麼想要跟 你母親 或者是跟其他 其他在求學聯盟的球員 家長 這樣 每一個人 都要 懂得前進 不能站在原地 如果你說站在原地的話 只是會一直 沒辦法 進入下一個階段 就像一個孩子 他要成長 他是要遇到 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失敗 然後 也相信 聽到的這些戲子的人 都能夠 蒸發圖強 被 現在的生活打敗 而是要 面對自己的生活 勇往之前 證明自己是可以的 其實我們 面對每一個人的困難的時候 我都會 親自的去試試看 如果從我媽媽去世之後 才去試過的這些事情 然後 我很感動的是 我很勇敢 可以去嘗試 然後 也相信 我 其實 從現在開始 能夠 能夠 成功很好這樣子 結果 在玩球 可以有團隊的行動 而且我會感受到一個獎 對獎 對一個獎 然後 球隊就是 讓我 在失敗中 這樣子 聽人的演講 之後 我就很感動 我也想去 往這方面的運動 去推進 像你一樣 就是 不管人家怎麼 好像你對我實力證明 每個人都喜歡 你的這本書 他經歷了我怎麼面對 其他的 目前困難 謝謝 跟人生 這段邊就是有破除自己 神創造我們每個人 都是有原因跟目的的 包括我覺得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在追求一個東西 就是真理 the truth 我相信人出生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們被創造 那如果我們要 把我們的價值 呈現平等出來 大家的重重 我們必須要非常努力 要呈現我們自己的價值 價值的重點是 神給我們的價值 所以當我理解到這個點 我覺得 時間會正明顯 當下我有誤會 當下我有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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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要堅持下去 真實的東西 會永遠是 永久還在那裡 這個是沒有幫大家的虛擬 推 擁抱 好不好 Thanks man You inspire me